各位網友,大家好,我是呂志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半夜三更 如果你睡不著覺 就會打開電腦 看看Facebook或Instagram的習慣 我本身來說是沒有的,因為我很早睡覺 但如果你有的話 我相信昨晚你會發現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原來Facebook和Instagram 有一段時間你都不能上網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最近也有一宗消息報導 Facebook的用戶 他們的資料大量被出售 究竟昨晚Facebook的原因 會不會跟這個消息有關 我們如果用這些社交媒體平台 我們的私隱是否得不到保障 今天我就想跟大家講一下這個話題 好了,在我未回答正題前 希望大家能夠訂閱我 免費的呂志華聲音雜誌頻道 以及按下鈴鐺 如果大家覺得我這條影片講得好 希望你能夠給我一個讚好 以及希望大家能夠把這條影片分享開去 多謝各位 昨晚10月4日 原來美國Facebook和旗下的Instagram 以及一些大型的網站 例如亞馬遜網站 都是出現了大規模的故障 很多人是上不了他們的網站 這個情況持續了6小時 6小時後 慢慢才回復正常 這個情形 是相當罕見的 所以 當這個情形出現了之後 美股 立即應聲下跌 而首當其中 當然就是Facebook Facebook曾經 昨晚一度大跌 5.9% 差不多跌了6% 收市的時候 都是跌了4.9% 跌幅大不大 可以說是相當大 跌至今年6月3日以來的新低 而昨晚的下跌 Facebook也蒸發了643億美元的市值 你想想 643億美元 相當於4000多億港元 所以跌幅相當大 不過 Facebook市值相當高 所以就算這樣下跌也好 現在Facebook市值 仍有9400億美元 差不多是1萬億美元 Facebook昨晚的下跌 這是其中一個原因 另一個原因當然是市場整體氣候不好 所以 令到所有科技股都回落 好了 有關股市的變化 就不在這條片的討論之內 我想跟大家分析一下 為什麼昨晚突然間Facebook和其下的Instagram 都會出現大規模的故障 Facebook官方就並沒有公佈 只不過他表示將會致力搶收 和 亦都是向他的用戶道歉 不過市場就認為 並沒有證據Facebook受到黑客攻擊 或者受到大規模的網絡攻擊 他們認為 最大可能就是Facebook 在進行 例行的維修過程之中 就錯誤地關閉了網絡 所以才出現了 有關的情況 另外 亦是有 網絡安全專家認為 網絡故障也有可能是因為 域名系統出現持續故障所造成 無論如何 今次 網絡中斷的情況出現了 令到Facebook股價大跌 亦令到大家相當不方便 幸好香港 當時來講是深夜 使用Facebook的人不是太多 亦由此可見 現在來講 社交媒體平台已經是成為我們生活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我們的精神生活 是越來越依賴這些社交媒體平台 好了 拍到這裏 剛剛收到最新的消息 Facebook官方 他就解釋 今次出現這樣的故障 原因原來 是路由器配置 錯誤 而導致 這個錯誤 我不知道是不是人為的錯誤 但這個錯誤 除了帶來所有客戶的不便之外 大家同這個圖上 亦都可以看到 令到諸黑百格 Facebook創辦人 他的身家就大幅縮水 在這個故障出現之前 他的身家就約有 1281億美元 短短幾個小時 他的身家就縮水了 60億 得回 1220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在這個科技世界裏 原來Semi的錯誤 是可以令到你的身家大幅縮水 好 就在Facebook發生了網絡故障的同時 另一宗有關Facebook的新聞 亦都是同時出現了 根據 Fx168財經報社 香港區的通訊 他們 根據俄羅斯衛星通訊社 在星期二 10月5日的報導 他就說有15億Facebook的用戶 他的個人數據 在一個流行的客戶討論區上 就是被出售 出售的資料就包括了用戶的姓名 地址 電子郵箱 以及電話號碼 大家都應該知道 如果客戶的資料 被出售 是相當大的一件事 在今天的社會來說 私隱是相當重要的 大家都希望能夠保障個人私隱 所以很多國家都有個人私隱的條例 另外 大家也知道 現在中美雙方出現了很多不同的磨擦 其中一點就是 個人的資訊會不會流落在其他國家手上 這一點亦是被受關注 所以 Facebook 15億的用戶資料 被出售 這件事應該是一個很大的新聞 究竟為何 Facebook個人的資料 15億個人的資料 竟然被人偷了出售 原來 他們說不是偷了 出售的公司 發出聲明 原來在9月下旬 在一個黑客討論區上 有一份聲明 這份聲明就說 他說他擁有15億Facebook用戶的姓名 電子郵件 電話號碼 位置 性別 和用戶的ID 而擁有這些資料的賣家 他就表示 他代表了一間致力於 取取Facebook數據的大公司 而賣家就補充 他說他們公司已經營運了至少四年 他們公司擁有超過18000個用戶 另外 他們也有貼文表示 他們是一間合法的公司 可能大家也讀得很奇怪 一間合法的公司 從什麼渠道 能夠取得Facebook 在這麼多客戶的資料呢 根據俄羅斯 衛星通訊社報道 就說 原來這間公司 他的數據 是用一些電子計算法 從網站方面 提取公開的內容 以及公開的數據 換言之 即是說 他就在Facebook公開了 客戶的姓名 又或者 他們居住的地方 等等 然後從這些數據 一路收集 他們就總共收集了 15億個Facebook 用戶的資料 如果這個賣家所說的是真 換言之 這間公司 並沒有盜取Facebook 任何的資料 他只不過是以公開的渠道 將Facebook這些資料 收集在一起 然後將它賣給人 究竟這個做法 是否合法 這一點來講 相信大家都不知道 因為沒有人做過 但如果他從公開的途徑得到資料 然後將他加以整理而出售 似乎 理論上是合法的 好了 究竟Facebook這些客戶的資料 是值多少錢 大家知不知道 我就跟大家講 原來他賣的價錢 是相當高的 他們就說有個買家 他們願意出什麼價錢 他們就說每100萬個Facebook用戶 他們願意支付5000美金 換言之 如果是15億Facebook用戶 數據的價值高達750萬美元 即是說Facebook用戶 他們的資料 價值高達750萬美元 750萬美元 究竟值多少錢 如果換算港元 就差不多等於6000萬港元 所以 都算是相當有價值 想不到 在現在的科技世界之中 這些公開資料 如果你有內心收集之後 然後再將它轉售 竟然 都可以 賣出那麼高價值的錢 竟然都可以 置付 由此可見 電腦世界 真是一個 充滿了創富的地方 只可惜 到現在 都沒有人知道 他的做法 究竟 是否合法 今天我所講的就是這麽多 多謝各位 ье舊 要頂的 行 Quality